給一個檔案 它是一個XLSX 所以你最後做完程式之後 記得要存檔 另存新檔 一定要記得另存新檔 一定要存那個什麼 起用聚集的活業部 如果你還是存XLSX的話 那它基本上就 VBA就都不見了 那等於你做等於白做 那等於你就0分了 所以第一個存檔一定要存對 XLSX 這個以前有講過啦 如果再特別提醒 因為可能平常沒有在用這個Excel的軟體 所以其實很容易就忘東忘西的 那其實像這個課 這個程式部分最怕就是忘東忘西 因為只要你有一個地方喔 只要是做錯的 那你後面就全錯了 OK喔 我是滿單 因為之前改作業的時候發現 大部分同學 真的都因為不熟練 可能平常也許啊 上課的時候做都會 但是考試的時候啊 因為回去也都沒有練習 然後呢就很容易就是一個小小的地方忽略了 然後後面的程式就全錯了 OK 那怎麼辦 我是怕說其實很多同學平常表現是OK 但是考試就失常 對不對喔 那那一題啊 對不對 假如兩個一邊是50分 另外一個50分的話 那你可能就只有50分 也滿可惜的 所以啦 我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實在是一直run run不出來喔 然後卡在某一個地方的話 你還是要把程式全部寫完 反正你會寫多少你就把它寫上去 甚至上面你可以加一些註解 註解打多一點也沒關係 不然的話呢 不知道怎麼幫你加分啦 如果你實在是錯的很多的話 那我也無從幫你喔 所以上面你可以再敘述一下 你的那個程式底下 你的註解可以稍微多打一點點 沒關係 OK 如果某些程式呢 不會你可以先把底下的程式也補上 你會的把它打上去啦 至少我會知道說 你是有努力過 但是實際上你又忘哪部分 盡可能當然最理想的狀態 是要完全都記得程式啦 OK 所以你要想辦法怎麼樣讓那個程式 打得又快又正確 然後又不會出錯啦 那這個當然需要花一點時間 所以跟各位講一下 回去的話 盡量還是要多花時間練習 這個東西其實你不練習喔 要能夠熟練喔 恐怕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另外的話程式寫在哪裡啦 反正一定要開發人員裡面 一定要寫在這個模組裡面 所以將來的話 這個檔案部分的話 是不會有任何的模組 那你記得一定要插入一個模組 自己把那個模組給輸入上去 OK 這程式寫在模組裡面 那記得不要寫錯地方 這樣也OK 反正兩個工作表 這第一個 那另外的話呢 也順便把那個前面幾道題目 也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之前前面有講過的那個幾個題目啦 包含325對不對 那325的話呢 當然我會需要給各位的要求 將來 就類似掌 反正呢我會給你們題目 題目裡面的話 基本上呢 最後 就只會留下兩個工作表 也就是說呢 請你們幫我產生兩個工作表 這個這個 這兩個不用 這個是後面補充的 那一個是什麼呢 我需要看到的第一個 當然將來這個東西是不會出現的 這個沒有 我希望第一個 你把這個公式把它打出來 裡面當然前面有講過 包含就是說 用到哪一些函數 包含主要是用MID啦 OK 然後裡面有INDEX 然後有LEN 有沒有 那就把這個資料 從B欄的部分 把它抓到 這個 我們要的這個範圍裡面 把它從縱向變成橫向 橫向四欄 類似像這樣 這個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VBA 跟剛剛那一題不太一樣 部分是 這邊是一個是函數 這個函數公式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VBA 那VBA我希望看到的 就兩個按鈕 你按一下這個 一樣可以把這個資料抓過來 一個是清除 大概是這樣 這個是325這一題 將來我會給你們的是 這個是空的 這邊也是空的 所以將來這個地方是空的 你們就把這個部分 自己再把它分別完成 這個是第二題 我記得好像這個 我們也這個有講過 所以回去的話 你講這個細節 不太記得的話 回去自己再把那個 我放在那個POL上面的影片連結 自己回去再把它 稍微仔細看一下 那第三個的話 再往前 好像有一個是 那個什麼 飯店管理 飯店管理 我是請大家自己回去看 那另外有一個是人事考評 人事考評部分的話 就是總共會有 住專一直到助理員 這些資料 那我們也是分兩個階段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把裡面的公司全部做完 然後第二階段也是VBA OK 所以喔 將來我會給各位一個空白的檔案 然後呢 我希望將來 你就把 函數部分做完 然後轉成VBA 所以做完的話 第一個 這個每一個 有沒有 這上面都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個動作要求 題目在這邊啦 如果你假設細節有點遺漏的話 可以稍微把那個 這個部分 稍微看一下 總共七個動作嘛 那這裡面的話 就分別 利用 所謂的那個 Excel裡面的 函數 把它做成公式 然後再來的話 當然因為它有 總共有 四個工作表 所以這個地方會跨工作表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 再把這個公式做完的結果 把它變成VBA VBA的話 我會需要兩個按鈕 一個是清除 把那個 之前的東西先清掉 然後 再來的話 按一下這個考評 它就可以把 剛剛的公式又全部做完了 大概是這樣啦 所以目前 就是 其中考試大概會有 這三題吧 至少會有這三題 那之後的話呢 還有其他的部分 我們再來說明 那下禮拜的話 也許再講一題吧 總共也許四題裡面 看抽個兩題吧 四抽二這樣子 那題目的話呢 基本上不會改變 就是這些題 那只是說呢 剩下就是你要把它熟練 你就可以拿到分數啦 OK 畫面再先還給各位一下 你們再把那個之前 你們曾經練習過的部分 再稍微了解一下 其中考試的部分 好 好 喔 好 喔 谢谢观看